1983年,大陆引进第一部香港电视剧 由黄元申,米雪,梁小龙等人饰演的大侠霍元甲 一开始是在广东电视台首播,收视率极高 然后各地电视台才开始播这部剧 同样是反响空前,那时可以说是真正的万人空相 霍元甲这个形象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角色 那几年还有不少人看完这部剧开始痴迷武术 掀起一股习武热潮 那首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 大街上随便拉个小孩都能哼唱一两句 正是因为霍元甲这个角色,更多人认识了黄元申 一个武功高强,威武帅气的硬汉形象印在了影迷心中 可就在外人追捧时,他去选择班依佛门 其实他会做出如此选择,并不是因为感情 而是早已注定,从一个穷小子到家喻户晓的大侠 回顾黄元申的风光和落寞,都充满了回忆 1949年,刚满一岁的黄元申就跟着父母从重庆搬到了香港调井岭 那个地方是当时很多失忆人群组成的 就像贫民窟一般,有时候邻里之间还会吵闹打架 后来几年,父母又生下了五个弟弟妹妹 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作为家里的老大,黄元申从小就很懂事 从不给家里添麻烦,还会帮助父母一起照顾五个弟弟妹妹 在领中中学念书的那一年,黄元申家里连学费都拿不出 他就在寒暑假的时候自己出去打工挣钱 一直到高中毕业,他收到两个大学的通知书 一个是加拿大土木工程,一个是纽约的工程系 如果当时黄元申选择其中任意一所学校 他现在或许是某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了吧 但他一家都没去,不是不想去,是家里条件不允许 他想把家里的钱都留给五个弟弟妹妹读书 黄元申真的将顾家这个词描述到了极致 武功好,学习也不差 所以我们看到霍元甲,儒雅端庄中步伐潇洒飘逸 内敛文具中蕴含万丈豪情 1971年,黄元申的弟弟朋友跑到了黄元申家 问他弟弟,要不去邵氏无限训练班 那里正在招学员,好多人都报名了 弟弟对这次机会貌似没有什么兴趣 毕竟报名参加的人有6000多,只招收60个人 没点本事去了也是白搭 但他想到哥哥黄元申有着一身炉火纯青的功夫 说不定能成,于是就给哥哥报了名 黄元申也是抱着改善家庭的意图 没想到真的在6000多人中脱颖而出 成了最终的幸运儿 前往邵氏无限训练班的霍元甲 终于结束了吊井岭的工作 接入邵氏第二年,吴思远导演就给他安排了恶虎狂龙 初次拍摄的黄元申就展现出了惊人的演技 就像天生的演员一般,将角色扮演的淋漓尽致 还获得了吴思远导演的一阵夸奖 从那之后,黄元申的名号开始打响 得到的资源也随之变多 有的人学习半生,却一直在跑龙套 可有的人刚入行就展现出天才般的实力 有时候选对行业才是最重要的 适合自己的才能走得更远 当年就连《华侨日报》都说黄元申 伸手是丽与美的结合 既够近又潇洒 1973年,这一年是黄元申打响名气的意念 在吴思远的看中下 他和苍田宝照合作了《猛虎下山》 在其中扮演黄中 之后又和苍田宝照合作了《大小通吃》 在里面饰演万队长 那一年黄元申出演的电影《作物虚席》常常爆满 黄元申这个名字也开始被人熟知 这一年,19岁的赵雅芝 在妈妈的支持下参加香港小姐比赛 本来长相与气质都极佳的赵雅芝 最后却得得了第四名的成绩 他们两人的人生轨迹都即将发生变化 1975年,黄元申和台湾影星史倩宇结婚 这一年赵雅芝从TVB幕后正式踏入娱乐圈 和医生黄汉伟结为夫妻 那时候的赵雅芝只不过是初出茅庐的新人 他的生活并没有太多人关注 戏剧的是 他们的人生还在同一年发生了变化 两年后又在偶然的机会中相遇 或许一切在冥冥中早已注定 直到后来 他们一个成了白娘子 一个半衣佛们 让他们的故事更加精彩而神秘 1976年 黄元申和梁小龙、洪金宝合作的 生龙活虎小英雄和强中自有强中手播出 还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妻子为他生下了大儿子黄姬良 现在的黄元申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穷小子了 这一年 赵雅芝和许冠文的半斤八两作无虚席 成为当年香港电影票房冠军 甚至在海外供应 由海外制片厂找到赵雅芝合作 被他拒绝了 因为那年赵雅芝已经怀上了黄汉伟的儿子 所以拍完半斤八两之后半年没有接戏 1977年生下了大儿子黄光红 生下大儿子之后 赵雅芝重新回到营幕 这一年他和黄元申相遇了 1977年下半年 在郑少丘主演的《大报复》中 赵雅芝和黄元申有过一面之缘 但是那时候他们并不认识 这一年 赵雅芝的发钱汗再次成为年度票房冠军 成了无数影迷的偶像 一年后咱们再度相遇在拔错大牙拆错谷中 虽然那时候的赵雅芝的名气已经很高 但是比起如日中天的黄元申还差一截的 所以台前幕后 赵雅芝经常找黄元申帮他讲讲课 传授一下拍戏经验 在一来二去中 他们的关系开始慢慢升华 要想人不知 除非寂寞为 外界开始有人爆料 赵雅芝和黄元申之间友情 虽然黄元申一口回绝 但生活骗不了人 1979年 他们两个家庭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黄元申的太太找到一封情书 上面有一个只字 而赵雅芝和黄汉伟也在这一年被爆出经常吵架 直到1980年 他们两个家庭都诞下了第二个孩子 黄元申的妻子生下女儿黄吉利 赵雅芝生下第二个儿子黄光仪 黄元申和妻子因为生下孩子挽救了这个家庭 但赵雅芝和黄汉伟却没有因为孩子得救 反而在1982年和丈夫离婚 还因为孩子对拨公堂 最终赵雅芝胜诉 也就是在这一年 黄元申的大侠霍元甲横空出世 一时间黄元申的名字响彻两岸三地 和前夫离婚之后的赵雅芝 一边和郑少秋绯闻不断 一边和黄元申纠缠不清 1983年 在女黑侠花木兰中 赵雅芝和黄锦生相遇 很快成为了情侣 不得不说 那时候的赵雅芝真的美得不可方物 即便生下两个儿子 身材依旧保持得很好 不愧是人们口中的不劳女神 两年后 赵雅芝和黄锦生在美国注册结婚 并扔下第三个孩子 而他们之间的故事 其实在刚刚开始 生下孩子的赵雅芝 选择在家中专心带孩子 以为生活可以这样平淡地过下去 殊不知前夫黄汉伟这几年 过得十分不如意 离婚 生意亏损 最后落得人才两空 1989年 黄汉伟找到一个朋友 向他哭诉这几年自己的悲惨境遇 而让这个朋友 是在一个杂志周刊工作的人 不知黄汉伟是不是有意为之 他给这个朋友讲述了 他和赵雅芝之间发生的那些往事 其中自然包括了黄元申 这个朋友听完之后 就把黄汉伟说的这些事情 统统写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 从那之后 人们结合这些事情 得出一个结论 黄元申迷恋赵雅芝 正当他们的事情 吵得愈演愈烈的时候 黄元申做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 当时他的手中还有十几个电影没拍 他做出决定 退出娱乐圈 剃度出家 可是黄元申的这一做法 让外界对他们之间的事情更加深信不已 说黄元申为了不拖累赵雅芝 选择搬依佛门 抛弃家人选择出家的黄元申 父母很不理解 但见其去意已决 已无法阻拦 只是苦了妻子带着两个孩子 还经常去庙里看望黄元申 还很少看见 但是黄元申搬依佛门 真的是因为迷恋赵雅芝吗 其实另有隐情 以前霸露出家的人 或是因为感情受挫 或是因为事业失败 但黄元申出家之时 正值事业的如日中天的时候 家里还有父母和五个弟妹 还有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女 他真正选择出家 其实早已注定了 早在1984年 黄元申拍摄《编城龙虎斗》的时候 就已经结识了当时搬依佛门的林国雄 那时候在和林国雄的交谈时 黄元申就已经对佛门有了认知 在那时 黄元申的内心就已经种下了一颗佛门的种子 之后的几年里 他和林国雄经常待在一起 去庙里带发修行 还带着妻儿一起吃素食 只不过是到了1989年 黄元申才决定真正出家 拜圣以法师为师 取法号行身 在谈起为什么出家的时候 黄元申说 出家全是佛缘锁定 在剃度前 我早已倦怠事项 厌倦虚荣 后逐渐染如活法 感到心中豁然开朗 令我充实平静 所以蒙发了出家 颁依佛门的决定 直到2006年 米雪组织大侠霍元甲 巨组巨首 巨组的人几乎都来齐了 唯独缺少了霍元甲黄元申 不得不说很遗憾 但是当时米雪却爆出消息说 黄元申早在2005年 就已经还俗了 现在居住在美国 听到这个消息 不少影迷还是感到些许欣慰的 毕竟那个曾经影响了 一代人的霍元甲 或许还能回到我们的视野中 但是这么多年来 霍元甲翻拍有过不少 可我们真正记住的 却只有黄元申 他快离开之后 就再也没有霍元甲了 如今已经73岁的黄元申 早已看破世俗恩怨 归于平淡 这些年已经鲜少有人知道 黄元申的下落 倒是有网友爆料 他已经在2015年逝世 但此事真假难辨 就在前两天 与黄元申有过合作的梁小龙 则在直播间透露 如今73岁的黄元申 仍在美国居住 两年前他曾去探望 但奈何黄元申不想见任何人 特别是老友 所以他没见到黄元申 这个消息无疑是推翻了 黄元申去世的假消息 也进一步证明了 黄元申是真的远离了名利场 其实黄元申的结局 不比任何明清差 他早早看待浮华 一腔热血归于沉寂 看破名利 抛下俗世追求真理 比起那些晚节不保 或急功近利的人来说 黄元申得到了一个安详的万年 他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无畏他人的眼光 练武者的身姿 休闲者的心态 不管怎样 曾经的荣光与绯闻 已经随着时间推移而被遗忘 但有关黄元申的一切 依然为中国影史留下了一份传奇 感谢观看